这衣服还可以啊 今天给自己换了一身新衣服 前两天我们约的装修公司 它的平面图已经出来了 然后约了一会儿去看他们的设计方案 一共有三套 所以这边工作忙完呢 就跟姐姐要去那边 然后带上朋友们 顺便一起去看一下他们的方案 然后听一下报价 看我能不能接受 然后方案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你们也帮我把关一下好不好 在去之前呢 我们要把该包的鞋子给它包一下 今天相比于昨天来说 我们的椰子鞋又少了一些了 朋友们 老规矩啊 还是要珍惜现货 因为咱们这个椰子鞋呢 它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 而且厂家那边可能要断货一段时间啊 像今天文雪的话 也是穿了一个德讯鞋 夏天如果不想露脚趾压的朋友 其实是可以选择这种透气鞋子来穿的 还是给大家过一下细节 咱们呢 目前三个颜色都还是有现货的 首先呢 是咱们的一个米色 它是全飞机的鞋面 颜色也是比较清爽的 其次呢 就是一个灰色啊 这款灰色呢 它非常好搭配衣服 浅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去搭的 而且鞋底很柔软 然后就是咱们的一个黑色 黑色呢 第一耐脏 第二显脚小 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一个鞋底啊 是很柔软的 而且鞋垫都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的啊 朋友们 你们在看视频的同时呢 可以点进文学的店铺 去了解一下 如果还有自己合适的尺码 然后你刚好也喜欢这双鞋子的话 可以试上一试哦 过段时间就没货了 身上的防晒套装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款 我今天就把它自留了 穿得漂漂亮亮的 画了一个妆 然后咱们准备就去装修公司那边去了 还有一节车层啊 我们到地方了啊 这个是我们三台县城一个 比较大型的这种 这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啊 反正就是装修啊 买东西都在这里面 我其实这里面还是比较空 这些一楼的商户 一楼的一楼的商户要多一些 我感觉耳朵好像 不过底子来着哦 我也都第一次进来 过来吗 你想做什么 一拍 鞋帽间 鞋柜一拍 这里面就是 这是洗衣柜的吧 嗯 洗衣茶 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厨房就是 把门放过去 放过去 把门放过去 把门放过去 拿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厨房 那个鞋帽间 这个我是 那个儿童房 把它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 整体感觉可以不出来了 我比较喜欢深色鞋 我比较喜欢深色鞋 如果是外面的话我就觉得那种酒店的那种东西红给我好喜欢啊 这张平面图应该就是我最满意的一张了啊 就是我基本上想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嘛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了好不好 明天再跟我约时间 小姐姐 明天再跟我约时间好不好 嗯 然后就先拆了 嗯 你们要下班了的 嗯 吃吧 看着还是很满意的 看着还是很满意 郭后面的很满意 这种症状全包的感觉就很好 嗯 你不用自己去劳心非力是不是啊 嗯 但是就是预算有点超 价格高了 是不是预算有点超了 嗯 我之前跟我姐说的我只预计 他预计十五万左右 我说你十五绝对不可能 你们都年纪有那么大 嗯 但是你们那个小锅出来我真的很满意 我觉得我们能给他载 载一个品牌上香花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到时候细节问题我们再联系 明天带我去看一个 好吧 明天我们再一些参考一下 他们已经就是装好了 并且那种小锅很好的那种 我们去看一下那种风格是是满意的 嗯 老实在说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里咯 走吧